開始了 吃開這個 好像好燙的 我現在已經到了深圳的機場 我是第一個衝下飛機的 看我前面 好興奮 我媽的飛機馬上也就到了 我現在要進職業場 出來了 我們現在到房間了 這個房間還挺大的 然後我們住在高層 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你們看一下這個房間真的很大 這邊就是有一個小走廊 進來 進來以後就是很大的一個空間 這邊的話我可以在這邊辦公 然後這個是可以坐在這邊的小沙發 剛才看的就是這個地方 洗手間看一下 這個洗手間也很大 那個機器人剛才打電話給我說 我訂的東西到了 我看一下 我叫了水 真的耶 國內現在這麼高級 都還有機器人來送東西 那我在哪裡拿呢 這個什麼開門 很容易為您服務 在屏幕上點擊關門鍵 我會自動關門 如果您喜歡的話 也可以跟我合理 這個太神奇了吧 好酷啊 這次因為真的出來的太匆忙了 所以就是 還沒有時間跟大家update 從新加坡一路飛過來 就是一路都是很緊張 這次的Bububu 就沒有辦法跟我們來 因為他剛好就是飛美國 我飛國內 我們兩個都有工作 所以這個trip 就是我應該也會很忙 然後他應該也會很忙 所以不知道這個trip 我會錄多少我不知道 但就應該會記錄一些就是 片段吧 感覺就是還挺開心的 Bububu特別羡慕我 他現在還在飛機上 他其實是比我早半天出發的 他是 他是昨天晚上出發的 然後現在還在飛機上 還沒有到 我是今天早上出發的 已經到了 現在要稍微就是收拾一下 就要去找我的朋友了 我有一個高中的好朋友 他專門從廣州 坐高鐵過來找我 所以現在帶著我媽 跟他一起去吃飯 好了 等會見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小鼠桌 這是我們一起的手桌 阿翔兔子 這個好酷喔 還有一個啤酒廠 我不會好喜歡 這個也是阿 這個也像我 對燒雞 然後這個是 對 新加坡吃的也是這些 我試試看這個咖啡好不好喝 蠻不錯的蠻好喝的 蠻不錯的蠻好喝的 我來過這個地方 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之前來過的地方 我們四年前來的 這個兔子怎麼只有個耳朵啊 我就是那種鄉下進城的 我就是那種鄉下進城的 是我們的下午茶 好豐富的感覺喔 開動吧 太辛苦了 我們現在到了Velvery的咖啡廳 但是我就沒有化妝 太慘了 沒有化妝 抹茶的 好 可是來晚了還以為能夠來看夕陽 我們今天就沒有化妝 哦本身就沒有化妝 我在路上好像看到了一個夕陽 夕陽都有的 陸日 嗨 晚上我們來吃椰子雞 這是我第一次吃 好像說是有三個椰子的椰子水來煮這個雞肉 這個湯甜甜的好身體啊 真的就是那種椰子水 但是是甜鹹混合在一起 有點像那種加了糖的那種雞湯 就是一開始喝起來有點怪怪的 早上好 現在已經起床了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我現在趕緊起來洗漱一下 就要出門啦 哈嘍 啊現在已經是晚上了 今天是我們到這裡的第二天 今天真的是太累了 因為我們今天一天都出去在工作 所以現在已經是晚上 快八點了 還沒有吃晚餐 所以現在要先去吃個晚餐了 你看看這個Coco Park 其實就是昨天我朋友帶我們來的 然後我們倆現在打算來吃個飯 我們吃完飯 逛著逛著逛到 我在新加坡的弄清香 我現在已經回到酒店了 剛才真的就是下午太累了 一回酒店就休息了一下 現在好像天都已經黑了 我們要出去吃晚餐了 對 然後明天就稍微輕鬆一點了 因為這兩天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就是錄的視頻也比較少 明天的話可能會稍微好一些 因為明天是周末 我們會在這邊逛一逛 我們現在到了這邊的一個商場 叫做深夜上城 反正是我朋友推薦我們來的 然後我在網上搜了一下 好像還這裡的ranking第一名 但是我跟我媽一到這一間 發現都是空空的 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裡 為了找這個商場的一個入口 我都已經問了好幾個人了 不知道那個商場的入口在哪裡 不知道我們的晚餐在哪裡 吃一下車子 我發現深圳有好多這種 就是那種展 然後就擺了很多很可愛的東西 在那種商場裡面 深圳真的商場太多了 我去網上搜了一下 太多了 根本不知道去哪個 所以就是看大家說 推薦這個我們就來了 好像這邊都是賣車跟賣家機 我現在去認真的找一下 解決今天的晚餐些 看這邊是那種比較有 就是風格小鎮的感覺 就是跟我們想像的商場可能不大一樣 現在我們倆還在找商場 終於被我這個土包找到了 看這個就是我想像當中的商場 就是有個樓 然後那個樓一層一層的裡面的商鋪 這個商場也真是超級大 我們就找個餐廳都走了好久 然後現在就太餓了 剛好快要放棄的時候 就是想回到剛才那個小鎮區那邊吃新餐的時候 就看到這裡有一家粵菜就是吃這種網東菜的 我媽媽就特別喜歡吃這個榴槤 然後就點了一個榴槤絲給她 現在我們先吃飯啦 好吃啊 我先這樣吃一下 我是一股裡面的味道 這個好像好燙哦 下面的油油還在吃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飯了 真的是吃得太飽了 到最後我跟我媽媽兩個人就是你吃 你吃 兩個人就是互相推薦 我穿我媽媽這件毛衣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還挺適合我的 我穿著感覺好像就像我的衣服一樣 Hello大家早上好 我現在人已經到了 萬象天地 這本來是我們昨天晚上就是朋友推薦我們來的一個商場 但是昨天晚上堵車就太久了就沒有來 然後今天就是我另外一個高中同學約吃飯 就剛好就約到了這一個地方 挺好的就是也逛逛這個商場 我覺得深圳真的商場太多了 我真的一個都分不清楚 然後一直迷失在商場裡面 現在我們也找不到那個餐廳 所以現在我們就站在華為的店門口等他過來找我們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吃飯了 我本來還想說為什麼還是聽到我們吃韓國餐 但看來這個韓國餐好像很火很有名 我們來吃飯了 我一個下午沒有錄視頻了 因為這個下午都在陪我媽逛街 我出來天都黑了 現在我們到了這邊另一個商場叫做歡的海岸城 這是我的朋友推薦我來的 很漂亮 給你們看一下 看 這是一個寶寶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